風聲鶴淚 東進初年 前秦國王扶堅 率領北方各民族組成的百萬大軍 在肥水的岸邊佈陣 準備大舉渡河 進攻東進 當時東進的謝縣奉命領兵應戰 我們今晚就用突擊的戰術 涉水偷襲秦軍 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當進軍衝入秦軍的營地時 很多秦兵都嚇到呆了 慌忙逃命 進軍趁著秦軍亂作一團的時候 全軍奮勇進攻 這個時候秦軍已經軍心換散 紛紛脫下了盔甲 留夜逃亡 你看看 進軍又追來了 好像是風吹物件的聲音 和鶴的叫聲 不是 醉兵又殺到來了 快點走 對 快點走 快點走 port 富堅的百萬雄獅 就這樣被借完的八千精兵 打到潰不成軍 富堅想吞併東進的夢想也都破滅了 感谢观看